戴著口罩全程眼神閃躲 不發異語 在調查局人員陪同下 被帶進台北地檢署 這名林姓女子 過去不只自稱是台大法學硕士 知名科技建設公司的法務長 學經歷相當顯赫 她甚至還自居是台南市長 黃偉哲以及副總統蕭美琴 擔任立委實習的法律顧問 不少被害人信以為真 委任她撰寫書狀 被騙了十多萬元 才發現根本是假的 就有人指控 因為和她溝通起口角 林姓女子居然擺爛不負責 氣得向調查局檢舉 珍惜事件這才曝光 她因為對外宣稱職業律師 卻沒有任何執照 涉犯律師法及詐欺等罪 遭到調查局繽紛多路 搜索約談 在臉書上搜尋林姓女子全民 有不少團體都曾找她演講 甚至還開座談會 如今多年過去 林姓女子假律師身份才被拆穿 被害人只希望能藉由司法 早日討回這筆損失